大家好,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的话题主要是向大家介绍一下意大利的教育制度 意大利是一个奉行义务教育的国家,那么每年意大利政府向教育方面的投资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建议各位华侨,如果你们的子女在意大利成长的话,有必要了解清楚意大利的义务教育制度 那么以此给你的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受教育的环境和机会 那么根据意大利的这个义务教育法规定,小孩子的义务教育的年龄一共是十年 也就是说从小学五年,初中三年和高中两年,小学生入学的年龄是六岁 六岁之前呢,我们有一个药儿园和托儿所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是呢,在意大利呢,这个托儿所和药儿园呢,是存在的 但是呢,它又不是必须要上的 所以啊,每一个国模呢,他们在这个药园和这个托儿所的配置上呢,是非常紧缺的 所以如果你的小孩想去上幼儿园或者托儿所的话,希望您及早的向国模呢去登记,以争取到一个名额 好,下面呢,我们来谈一谈关于这个小学五年,呃,这个义务教育阶段 那么当然了,这个意大利的教育制度啊,它的教育理念和我们中国有所不同 我们国内呢,即使从小学开始,这个课程啊,就抓得非常的紧 需要小孩子呢,了解各个方面的文化知识非常的多 但是呢,在意大利的小学呢,大家会感觉到好像每天小孩都在玩 那么意大利的这个教育界呢,就认为 小孩子必须要提供寓教娱乐的方式 来让孩子懂得如何去学习 如何去通过玩,来了解各种各种各种各样的知识 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呢,如果既然您的小孩子在意大利提供 呃,接受教育的话呢,就必须要接受这个意大利这种教育制度 那么第二呢,呃,需要大家知道的是关于这个宗教课的一个情况 因为很多家长啊,遇到小孩子要上宗教课都会觉得没有必要去上 但是呢,在这里呢,我建议大家 呃,有这个宗教课呢,还是让你的孩子 要参与到这个课程当中去 因为宗教课,它其实每个礼拜只有两个小时 而且呢,它里边的内容呢,主要是通过讲故事 玩游戏的方法,让大家了解意大利天主教的一些宗教文化和宗教艺术 那么我想如果小孩子在从小就对这些有所涉猎的话 那么它可以非常容易,非常快的了解这个意大利整个一个历史文化的背景 可以更好的融入到这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这个国家当中去 那么第三个呢,我要向大家解释 呃,介绍的是关于这个意大利义务教育阶段 关于呃,中午吃饭,食堂吃饭 以及有些个别的学校呢,坐校车的一个收费的情况 那么当然这个费用呢,首先分为全额交费和减免交费这两种情况 那么大家也许会说,哎,如果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符合这个条件 可以让这个学校,让我的孩子减免这些费用 那么当然了,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必须要符合两个条件 首先第一个,呃,您呢,必须要有当地国务内的residenza 也就是说您是这个国务内的常住人口,呃,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呢,就是您的收入情况啊 必须要低于这个社会的一个最低的一个呃,贫困线之以下 那么每一个国务内呢,它的这个这个标准呢会不一样 所以呢,希望您呃,可以向你的所在的国务内去咨询这个基本的保证线在哪里 那么第三个呢,我希望大家了解的是关于这个意大利的学校啊 每年在春季和秋季呢,都会组织很多次的春游和秋游 那么很多家长呢,就会觉得说比较的浪费时间,浪费钱 但是呢,我在这里啊,希望大家放心 一般情况下,这个意大利的学校组织的这些春游和秋游活动呢 费用是非常低廉的,另外呢,您的小孩子参加参与到这种活动当中去呢 也可以更好的去了解意大利的这些风土人情 可以更好的融入到和这个意大利小朋友以及国外小朋友这样的一个相处的气氛当中去 那么我希望大家呢,还是要鼓励你们的孩子多多参与课外活动 好,接下来呢,当你的小孩子从六岁经过了五年的小学生活以后呢 就要进入三年初中生活的锻炼了